泯边江口是奴家 君若闲时来吃茶 土墙木扇 清瓦乎 门前一田茉莉花 曾经土生土长在福州的外婆说 小时候的三福天 在福州的街头行走 随处可见提着茉莉花 穿行在车流中的小贩 花香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 福州的夏天 带着茉莉花的香味 翻越回宋朝 北宋福州太守 蔡香在茶录中说 茶有真香而入供者 威以龙脑欲助其香 宋人爱茶如结交君子 把茶和香味结合在一起 也算首创 在淘汰了几十种香味后 茉莉花与绿茶的印制 脱预而出 福州也与茉莉花茶 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茉莉 梅莉 茉莉 淡薄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